王一博出生在1997年 算起来年纪也才23岁 换成常人都还在大学念书 可他从12岁签约杜华旗下的岳华公司 13岁远赴韩国当练习生 这个梦的开端仅仅是因为他看到了舞蹈的魅力 想一生可以与舞蹈为伴 带着这个小小的梦想开启了10年的追梦历程 我是一个追近的佛系少女 朋友们知道我喜欢他后都说我见一个爱一个 看我能坚持多久 我今天不是说想把大家给他安利 只是想给大家分享有这么一个优秀的男孩子 他值得我去喜欢欣赏 以及我最深刻的想法就是羡慕 一页成名是网友贴在他身上的标签 一页成名中写道 每个圈子都有每个圈子的规则 你不能被淘汰就是胜利 在娱乐圈能不被淘汰的前提下 还能爆红且热度不减 这就是实力在说话 车手 滑手 主持人 演员 歌手 舞者 都是他的身份 所有的努力和坚持都转化为他的职业 他在这些领域中一直进步 获得成绩 这就是实力 特别喜欢2019年微博之夜写给王一宝的颁奖词 例如知蓝玉树 笑似朗渊入怀 为梦想一直坚持向前的少年 经历过这种是我无法感同身受的 他从不对任何人说苦 保持着纯真的态度 真实通透地去看待这个世界 四亿少年坚定而强大 拥有着治愈笑容 成为粉丝的治疗神药 跨年的五感五岛 当时让我震撼的一点就是拽 太拽了 让我太羡慕了 那种拽是发自内心 但又不张扬 自信的少年 让我只能竖起大拇指点赞 可是当晚同事主持人的王一博 收起舞台上的王者之风 在幕后默默背词的时候 我又觉得格外的乖巧认真可爱 刚杀青的尤斐 今日官宣的这就是街舞舞蹈导师 都在向外界透露着这个少年的不简单 演员和舞者的身份 在切换中游刃有余 我对街舞的认知不高 只在观看 这就是街舞第一季的时候 被简单刻不过 我从网上截了一位网友的分享 不妨看看 为什么王一博的舞蹈 可以在内娱是顶尖水平 想要用很多很好的词去形容它 但是学到的都还给老师了 她真的特别好 真的也觉得粉丝们就喜欢 祝愿她一生平安喜乐 身边总会有她爱的和爱她的人 陪她一路走下去 感谢阿令在2019年的暑假 将陈琴丽犹如一颗流星 砰的一下砸进我的心窝 认识到这么好的两位男孩 感谢让我收到双倍的快乐 青山不改 绿水长流 来日方长我们不说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